军委一般人的上将与战区上将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会有不同级别的上将 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上将 军委一般人的上将通常是指中央军委的核心领导层 包括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 其行政级别也分别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 前者为副国籍,后者为准副国籍 而一般的战区上将,尽管肩膀扛着的也是三颗性 但是在我军当中的级别为政大战区级 对应地方、行政级别当中相当于省部级政治 军委一般人的上将和战区上将是什么关系 不光级别高于普通战区上将 而且是其直接的领导上级 尽管军行级别在外界看来似乎没有两样 但是在解放军的指挥体系中 所承担的职务和职责是完全不同的 前者已经属于解放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了 所承担的职责更侧重于整体的战略决策 和全军部队的领导指挥 而后者尽管也是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官 但更专注于具体的作战指挥层面 而且是根据前者命令调动相应的部队 军委下属机关中的上将和战区上将是什么关系 这部分上将实际上和战区上将是同一级别的 因为军委下属机关的上将 其所在部门一般都是政战区级 其作为部门主官才能相应被授予上将军衔 既然是政战区级 那么和战区上将就是同级的 比如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政治工作部主任 后勤保障部以及装备发展部部长等都是一样的 还有各大军种的司令也是相应的政战区级上将 不同的指示 军委机关中的政战区级上将负责军委的各方面具体工作的管理执行 军种司令负责军种建设的具体管理